马斗福音第十八章 就在那时刻,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 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 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天国 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 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 但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 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墨石,系在他的井上,沉在海的深处更好 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 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但利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 为此,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 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 为你或残或瘸进入生命,比有双手双脚而被投入勇火中更好 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弯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 为你有一只眼进入生命,比有双眼而被投入勇火中更好 你们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 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 因为人子来是为救那丧亡了的 你们以为如何?如果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鹿 他岂不把那九十九只留在山上而去寻找那只迷失了鹿的吗? 如果他幸运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比为那九十九只没有迷鹿的更觉欢喜 同样,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 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 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 如果他听从了你 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 但他如果不听 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 为叫任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 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 你要告诉教会 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 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顺利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我实在告诉你们 若你们中二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 无论为什么是祈祷 我在天之父 必要给他们成就 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 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 我就在他们中间 那时 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 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 我该宽恕他多次 直到七次吗 耶稣对他说 我不对你说 直到七次 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 要同他的仆人算账 他开始算账的时候 给他送来了一个 欠他一万塔冷通的 因他没有可还的 主人就下令 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儿女 以及他所有的一切 都变卖来还债 那仆人就俯伏在地 叩拜他说 主啊 容忍我吧 一切我都要还给你 那仆人的主人 就动心把他释放了 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 但那仆人正出去时 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 得纳的同伴 他就抓住他 扼住他的喉咙说 还你欠的债 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 哀求他说 容忍我吧 我必还给你 可是他不愿意 且把他下在间里 直到他还清了欠债 他的同伴见到 所发生的事 非常悲愤 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 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 对他说 恶仆 因为你哀求了我 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 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 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 他的主人大怒 所以把他交给行义 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 如果你们不各自 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 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我赦免了你